哈囉 全民瘋運動的粉絲大家好 我是芳柔 今天要帶大家一起做主力負重運動 那今天會有四個運動的項目 然後大家只要用寶特皮就可以在家跟我一起運動喔 第一個步驟你要把你的手脫在寶特裏上面 把你的雙手夾好 然後腳與肩同關 盡量的把你的腳尖跟膝蓋朝前 眼睛看著前面 好 蹲下去的時候屁股先往後翹 這樣你就不會往前像蘿蔔蹲這樣子 跟我一起做往下 往上 好 手都不用動作 只要去夾著你的臂下就行了 好 來 高腳背半蹲它有一個變化形式 透過你的手舉高還有放下 重心的變化去達到這個動態的平衡 那動態的平衡可以讓你的動作呢 再做一些肌力的調整 那就跟我一起做 把手夾好之後半蹲下去你的手動 身體起來的時候往上舉 好 來 跟我一起做往下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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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往下 上 好 下一個動作呢叫做弓箭步轉體 那在弓箭步的時候要跟大家提醒一個小地方 很多人弓箭步的時候會讓你的腳站在一條直線上 那這樣子會讓你的動作比較不平衡 不穩定 那這樣子我們做弓箭步它再做蹲下去的效果就比較不好 那我們只要記得左邊就往左邊踩 右邊就往右邊踩 一肩同關就可以達到比較好的弓箭步的效果 那今天會多一個轉體的動作 讓你的身體有去做一個旋轉 那也是因為平衡感會被打破 那你的動作就會再更進階 那請跟著我一起做 我們側身之後呢 把你的腳跨出去 你要看你的膝蓋是前跟後 都是呈現一個90度之後 手往前舉 往旁邊轉 收回來 往旁邊轉 往旁邊轉 收回來 再做一次 往旁邊轉 收回來 好我們畫邊再跟大家示範一次 畫出去 前面跟後面的膝蓋都是呈現90度之後 往旁邊轉 你的眼睛可以往前看 也可以像剛才一樣 跟著你的水平 往旁邊看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是弓箭步轉體 那這邊有一個小地方要提醒大家 弓箭步的時候 常常大家會把你的前腳跟後腳成一直線 那這樣其實會導致你比較歪斜不平衡 那這樣子你在武士頭肌用力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沒有辦法作用 那這件事情怎麼改善呢 我們只要左邊對左邊 右邊對右邊 與肩同關的做弓箭步 就可以改善這個動作 好 再來下一個動作呢 是側弓箭步蹲 那我們的手呢 它會做一個主力 只要輕輕的往下垂放 讓它有重量 那我們再蹲 然後抬起來你的腿 站起來就會有更多的肌力的練習 這個動作呢很簡單 你只要把你的腳往側邊去晃 然後去蹲腿 另外一隻腳伸直 拉水滷的水 手你就放著 這樣就可以了 頭起來 OK 好 跟著我一起試試看 往下 往上 往下 往上 盡量呢 你的腿保持平行的 不要往心踩 好 我們換邊試試看 一樣 往旁邊 收回來 往旁邊踩 收回來 再來往旁邊踩 收回來 好 這就是側弓步蹲的動作 好 最後一個動作呢 是單腳羅馬尼亞硬局 那這個動作呢 除了你的平衡感以外呢 它也會有這個肌力的訓練 那還有你背部肌群的運動 那這個動作呢 有簡單一點的版本 也有一般的版本 那我待會呢 會兩個版本的示範 那可以依據你的平衡感的狀況去做調整 那兩個動作呢 在肌力的訓練上是會有一樣的效果 來 請大家跟著我們做 動作怎麼做呢 你要先做一個抬腿 慢慢的往後 把你腳伸直 手呢 自然的往下垂 達到一個平衡之後 一樣抬腿 放下來 去做一個 結束的動作 換腳也一樣 抬腿 慢慢的往後伸直 再一起做 往一次 往上 往下 最後一個 抬 往後伸直 眼睛可以看地板 都斜線裝就好了 好 放下來 好 如果呢 這個動作對你來講 平衡感比較不好做 那你可以做另外一種 簡單一點點的版本 也就這樣做 就是說 你在伸直的腳 可以稍微做一點彎曲 我也來跟大家一起示範一次 好 抬腿之後 你可以把你的腳 彎曲的往後放 那你的手 你就不用放到下面 抬起來 依據你的能力 去做角度的改 改變 好 我再做兩個 然後做動作的時候 都是不需要憋氣 依照自然的方式去做呼吸 跌倒了也沒有關係 踩著之後再重新來就可以 好 以上就是 單腳的羅馬尼亞硬舉的練習 好的 這四個呢 就是今天教的 主力負重的動作 大家有學會了嗎 如果呢 有學會的話 希望大家在家裡 也可以多多看著我們的影片 去做運動喔 那如果你覺得影片不過癮 全民瘋運動呢 這邊還有更多的 線上的實體課程 希望大家未來可以多多參加喔 下次見